我叫Vivian 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今年刚刚完成了人生第一个班纸法拉索 跑步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叫黄浩江 游泳院的朋友 游泰森 跑步让我对上海的印象 从陌生到熟悉 在跑步的过程中 也让我更了解自己 我总是和Vivian一起 去跑步一样的路线 我们选出了三条最喜欢的跑步路线 这三条路线不仅可以带你感受老上海的烟火气 还可以看到新上海的现代摩登 这条全长五公里的跑步路线 位于上海中心城区 从游沿路出发一直到武康大楼 沿途你会看到各种风格的老洋房 以及藏在老洋房里的精品店铺和咖啡馆 比如在家路边小馆 Berlinga咖啡 喝完咖啡 现在我们跑去安福路吧 我六首电视上海画剧艺术中心 我经常来这里看画剧 开完戏会取马路对面的Murring Bay 在那里会偶遇舞台上的画剧园员 现在让我们跑慢一点 感受下近利优雅的武康路 跑过湖南路 再往前跑六百米 就到了这条路线的终点 武康大楼 这种浪漫的法式大楼 马上就要一百年了 这条路线是陪我长大的地方 是我记忆中上海的样子 体验过中心城区的浪漫之后 我来带领跑这条 黄浦江沿岸的十公里宾江路线 从东方明珠附近出发 一直跑到后滩公园 那边的上海中心 是世界第二高楼 六百三十二米 每年那边都会举行 全身马拉松赛 下次我也想去挑白赛 现在天下没有什么人 适合来带加速好 遇到楼梯 我总不会放过 这队锻炼团队非常有效 来 跟我冲一把 我们现在来到了冰江湖道 右边就是黄浦江 这条路线的后半段 你能看到上海世博会时的 星星建筑 不说了 我要去追前面骑自行车的人 如果你想感受在人文本土的上海 这条连接四个城区的十五公里路线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岳本和我将从鲁迅公园出发 一直跑到中山公园 鲁迅公园是一个充满人文情怀的地方 很多阿姨爷叔会在这一起唱歌 演奏乐器 每次来 我都会被他们的热情戏份子吸引 你知道我爱跑步上来话怎么说 不欢喜宝宝 对我来说 这条路线都是我印象中上海的味道 竹竹河这一段适合严肃训练 因为这里有很多桥 每次我都会进行上坡冲刺训练 能更好的锻炼我的心肺功能 我们看谁先跑到桥顶 好 莫高山路是一条有着浓厚 艺术气息的马路 每次跑过这里 我都会看到新的游戏土样 中山公园是15公里路线的终点 通常跑到这里 我们会慢跑一圈 让身体和呼吸逐渐平缓下流 这就是我们三条跑步路线 快来和我们一起享受 上海的跑步探索之旅吧 中山公园是一条跑步探索之旅